好 那我們現在接下來要看得下是附錄的部分 附錄的部分可以說是這一章的重點 好 這張就前面就有一個分期環本 可能對於大家來講是比較新鮮一點的 可能在初冠裡有提過的 可能在我們第四章 第四章有些東西其實在我們第四章有講過 比如說剛剛看到的長期應付票據 其實在我們第四章也講過了 所以這一章裡面對大家比較新的 應該就是什麼 附錄的部分 所以這附錄是我們這一章的重點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一章裡頭 所以這邊為什麼很重要呢 就是說到底我們人家欠 我們現在講負債對不對 好 我欠了人家的錢 我還不起來怎麼辦呢 好 怎麼辦呢 好 那我們這一章在後面的附錄就是要去談 如果你發生了債務困難 跟人家協商 好 協商了 債權人同意 那我們的交易分路要怎麼做 後續要怎麼去做他的處理 那當然要講這塊之前先去談債權人的部分 所以這邊先談債權減損 那債權減損呢 其實上次有人問我說 如果我的應收或應收上款 應收款項 發生要不要做減損測試 就是要不要做資產減損 那資產減損某個程度其實就是什麼 如果我不應收款項 可能我的減損可能是用什麼 背底呆帳 就用呆帳費用啊 所以在應收款項的時候 你所承認的減損 其實基本上我會認為 它是什麼 用呆帳費用來入帳的 所以如果你發現債權減損 好 也就是說你發現你收不到錢的時候 其實你就是衝你的背底呆帳 就是衝你的背底呆帳 那當然這裡要去談的是說 那你怎麼去承認你要衝銷的金額是多少 那換言之它不是一筆錢啊 我又一筆50萬的應收賬款收不到錢 不是這樣子的 而是我可能某50萬的應收賬款 我認為有一些部分我可以收到 有些部分沒有辦法收到 那我的帳戶上要怎麼去承認 我的應收賬款的減少 就是怎麼去衝我的應收賬款 換言之 怎麼去衝我的背底呆帳的金額 好 以前我們講 你衝下背底呆帳是很清楚 某一筆應收賬款我收不回來 那我現在要談的這種情形是 我的一筆應收賬款裡面 我可能沒有辦法全部收回來 那我沒有辦法全部收回來的話 我怎麼去承認我的呆帳費用 好 也就是說我怎麼去承認我的背底呆帳 因為我是採取背底法 去衝銷我的什麼 當我發現我的賬款很有可能收不回來的時候 我就去衝我的背底呆帳 好 那我的呆帳費用是期末調整的時候 然後去調整出來的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好 請你看一下 我們附錄裡面的第一個部分 講債權 債權減損的部分 那什麼情況之下呢 我會發現我的債權是發生減損了 譬如說 他說有客觀的證據顯示 譬如說哪些的客觀顯示呢 哪些資料可以觀察呢 第一個就是顧客發生了顯著的財務困難 或者顧客為在期限內付款 或者是因為顧客發生財務困難 相關的經濟或法律因素 所以給予顧客原不可能考量的讓步 所以這些跟你 我承認的背底呆帳不太一樣 背底呆帳是 我沒有針對某一個客戶特別怎麼樣 而是根據我的以往的歷史經驗 我去做出來的 那像我現在很清楚知道 某一個客戶發生了這些狀況了 所以我對這個客戶 我持有他的債權的部分 我怎麼去承認 我說不回來的部分 好 這是這邊要談的 好 那我們直接來看一下好了 談事例十五 好 你是要想說 我們在做任何事情一定是什麼 你去想 我現在這個客戶欠我的金額是多少 就是他的帳面價值 好 我預期 我未來可以收回來的限值 好 通常他這個債 這個債務可能不是很短的時間 所以他會有一個限值的問題存在 好 所以我們從這個事例的十五來看 所以既然你只要想說 既然是我的顧客發生的財務困難 那既然是我的債權可能收不回來 沒有辦法完整收回來 所以我一定有什麼 損失 只是我用的是鹹損損失呢 還是背底呆帳 好 那一般來講 好 我們如果你有採取 你有採取背底法 或是你對你的主要客戶 其實我們對我們的主要客戶 都有去承認我的呆帳 背底呆帳的話 那我們應該就直接用衝背底呆帳 好 那其實那某個性質來講 你衝背底呆帳還是承認減損 其實意義是差不了多少的 因為反映在你的資產負債表 減少損失 但你是損益表的什麼 損失的科目會減少你的損益表的經營績效 那你衝你的背底呆帳上情募調整的時候 一樣要把它調整回來 因為你的背底呆帳 絕對不會在編表的時候產生戒方餘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事例十五 所以你只要結合這個概念就說 既然它是財務困難 欠我錢的人財務困難了 那我現在呢 基於保全我的債權 我假設不能全部收回來 但是我也希望能夠收回局部 好 一部分 那所以我就是要去看 我有多少收不回來 現在我要去做的是 我有多少收不回來 那我收不回來的部分就會承認什麼 我的背底呆帳 衝我的背底呆帳 或者是衝我的減損損失 那我們現在原則上 我會比較傾向於是衝背底呆帳 好 因為我的待帳費用呢 會在年底的時候 我編表的時候再去重新去提列就可以了 好 看一下事例十五 好 它說假公司呢 在X5年1月向已公司融通資金 然後呢 開了一張公司票據一指 面額是200萬 那票面利率呢 就是我X5年的時候呢 票面利率跟市場利率都一樣 都是5% 那這張票是什麼時候到期呢 就是4年之後 X5、X6、X7、X8 X8年10月31號到期 然後我的利息每年支付 每年年底支付 那支付就是票面的 200萬乘上5%來的 這是我要付的利息 那X6年底呢 以公司在X6年底並沒有收到 假公司所支付的利息 那當然評估之後認為 他這個票據有發生減損的可能 好 那所以在X6年底的時候呢 就做這個債權的減損測試 然後估計X6年以及X6年以後的利息 只能收到8成 好 那再來呢 所以表示什麼 X5年他其實有按照合約 或者是當時候的約定進行了 所以該付的利息都付了 但是X6年沒收到 那X6年跟X7年、X8年呢 以後的利息我只能收到8成 然後再來X8年底的運收票據呢 而本金呢有可能50萬收不回來 所以我就要去算 X8年從X6年底來看的話 就是X7、X8兩年之後的200萬 有50萬收不回來 也就是150萬值現在多少的意思 好 那假設呢 X7年底收到X6、X7年全部的運收利息20萬 然後呢 在X7年底的時候也估計 X8年的利息 這個也可以全數的收到 那本金的部分沒有50萬收不回來 就什麼?40萬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到X8年底 假公司呢 還是有現金不足 所以先償還利息跟部分的本金 那以公司帳上就收到了利息10萬 還有本金180萬 那我們來從X6年到X8年這3年 這假以兩家公司要做的交流 都以分路 好 我們來看一下呢 就 第一個我們來看 就那個以公司 因為以公司是債權人 好 那請你要記得 假公司不會自己在過時間裡頭就認為說 嗯 我到時候只要付他利息多少就好了 我到時候只要還本金還多少就好了 不會 因為就假公司來講 除非他已經有發生債務困難跟債權人協商 如果沒有協商之前 他基本上他的債務處理裡頭都會按照 當時候的借款合約去執行 只是你還沒有付 該付還沒付 你是承認應付而已 這樣清楚嗎? 所以我先講 現在假跟以兩家公司我們要去做 那現在是以公司是債權人 那債權人認為假公司可能有財務的問題 所以我沒有辦法 他沒有辦法完全按照當初的借款的條件去執行 所以我去評估 他有可能什麼情況可以執行到什麼程度 那所以可以執行到程度 跟我現在的債權中間的差異 我承認我的債權損失 好 但是就債務人來講 你心裡上你並不能想說 我到時候借兩百萬 我是打算還他一百五十萬 如果你真的要還他一百五十萬 對不起你也只要到時候 真的時間到了 那你還他一百五十萬 然後就希望就這樣一貨兩期就沒了 你有經過什麼? 債務協商 你有經過債務協商 所以這個例子裡面 從X6年底到X8年 其實就以假公司來講 他都沒有去算 但我可能因為我不還那麼多錢 可以有什麼利益 因為就假公司本身來講 他並沒有這樣的想法 因為他沒有這樣的想法 原因是什麼? 他沒有去跟債權做協商 我只想說晚一點點 到時候我先還起了 兩百萬我先還了一百八十萬 其他我還是會還 只是會晚一點而已 對於債權來講 你現在沒有還以後再還 還是有責任的問題啊 五年以後再還我二十萬 譬如說他現在這個例子 X8年底他本來應該還兩百萬 他只還了一百八十萬 但是假公司債務人說 這二十萬我還是會還你 大概五年之後 以公司也只能認了啊 他就能說你能不能蓋早一點 三年或兩年 但是假公司說對不起 我就沒辦法五年之後再還你 所以以公司就要算 你看五年之後的兩百萬 值現在多少 然後跟現在的兩百萬去 差額來承認我的什麼 債權的減損 衝我的背裡呆帳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實力十五 這個概念你先有了之後 我們再來看他的分路要怎麼寫 就假公司債權人 債務人來講很單純 好債務人很單純 X6年底的時候 根據我們的條件 我每年年底要付利息啊 可是從這個文字上面的 這個敘述 其實X6年底 假公司沒有付錢 那沒有付錢就假公司來講 他要承認什麼 應付啊 他還是有這個負債啊 好 所以他是借利息費用 代應付利息 那我的利息是多少 兩百萬乘上 是兩百萬吧 兩百萬乘上百分之五 所以一年的利息是多少 十萬 好 就 債務人來講 好 那我們先講 把債務人講完 這樣你比較不會跳來跳去 那X7年的時候呢 他說了 X7年的時候呢 這個債務人才把 X7跟X8年的利息全部付完 所以X7年底的時候呢 這個債務人呢 先承認 X7年應該付得利息費用 一年都是十萬 但X7年才同時把什麼 X6年的應付利息付掉 好 所以 X7年他承認應付利息 十萬 他帶現金 因為他說了 這個時候他付了 千金二十萬 好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好 X8年這個債務到齊了 好 X8年的時候呢 這個債務人呢 先還了當年度的利息費用 10萬 好 還了 這張票據 他是票據嗎 應該是票據 應付長期票據 好 本來是200萬到期要還的 可是我先還180萬 好 就債務人來講 他就是X8年呢 他就知道做這個分路就好了 好 我就看我付了多少錢嘛 就這樣 好 那剩下你說 欸200萬 你是還180萬 我先擺著 等我有錢再還 我沒有說不還 好 就這樣子 那債權人來講 就比較麻煩 嘿 我就是評估啊 因為我們說了 我的資產 但資產負債期末期期都要做什麼 就要去做他的公允價值的評估評價 好 那 所以 尤其是資產的部分 我們更是更是省盛啦 好 所以債權人 X8年的時候 對不起 X6年底的時候 他沒收到利息 但是 經過了一年了 我應該根據 我們的條件 合約上面呢 我要承認我的利息收入 好 我的利息收入一年是10萬 好 我應該要承認的應收利息 因為我沒收到 先承認 X6年 我應該要有的利息收入 好 因為我還沒收到錢 就是借記應收利息 那現在來看 因為X6年的時候 他沒有收到利息 那他也開始什麼 比較穩健 或者是比較 有某個程度來講 就比較保守去評估 這個200萬 我到底最後 可以收回多少 那這邊說 X6年底的時候 估計 我以後的利息 只會收到八成 所以你可以看呢 我的利息一年是10萬 未來我只可以收到什麼 八成 所以10萬我只會收到八萬的意思 好 然後呢 而且呢 好 而且只能收到八成 而且我X8年底的等金 應該 好 可能會沒有辦法收到 等一下看一下 X6年底 X估計只能收到八成 而且X8年底 有50萬收不回來 好 那我們現在可能估計的時候 我X6年底的時候 我估計是 到時候我才會收回來這些錢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到時候才可以收回來這些錢 我的金額怎麼算 因為X X6 應該是什麼 我X7X8年之後才會收到 所以等於是說 我現在呢 這個 我想想看 這個他應該沒有講 什麼時間會收到這個錢 那原則上我們會比較保守的去想說 他等到這個票據的到期日 也就是說X8年底 他才可以收到這筆錢 好 所以看一下 他是200萬 收到5% 所以每年是10萬 未來只能收到八成而已 好 所以在X6年底的時候 能說 我X6年這個時候的 X6年底的 那個8萬 然後未來X7年會收到一次 8萬 X8年會收到一次 所以他會有 為什麼是1加2年 因為這個1就是現在的8成了 因為他現在X6年底估計說 我現在未來只會收到利息的8成 好 所以現在的8萬就是8萬 所以我不用算負利限值 但是X7年X8年要啊 好 因為X7年X8年我一共有2年 然後我利率有效利率是什麼 5% 所以我的要去算他的負年金限值 好 這是我會可能會收到利息的部分 那再來呢 X6年底的 可是我估計後來我只會收到150萬而已 那150算什麼時候收到 2年之後 好 因為我現在是X6年底啊 所以X7年X8年 X2年 所以他算他的 那個 負利限值 好 2年 所以這是小P 負利限值 這是年金 大P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他的 我們查一下我們的年金限值表 在我們的課本上面的 150幾頁就有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我的8萬 這邊是8萬 對不起 8成了 這個已經8萬 我已經算了 200萬乘上5% 就是10萬 那10萬只會收到8成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X6年 當年度 以及後面兩年的限值是多少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兩年 負利限 年金限值 利率是5% 好 兩年期的 他是1.859410 那我們前面還有一個1 所以是乘上2.859410 好 所以這邊是228753 752.8 就是四捨五入 228753 那麼M加是什麼? 後面的150萬 兩年之後利率5%的 150萬的限值是多少? 所以我們去查一下 負利限值表 好 一樣5%的兩年期 好 他就是0.907029 0.907029 好 所以這邊算出來呢是 限值是150 89,263 好 也就是說 未來我會收到的 現金的折限值 現在的限值是多少? 那我現在這個負債 他的限值有多少? 現在的負債的限值 是不是 我現在有一個什麼? 面值200萬 因為 面值200萬 因為他的票面利率等於市場利率 所以他的面值就是他的限值 好 然後再加上 差6年我是不是有一個10萬塊的利息 還沒有拿到? 所以這個債權在差6年底的時候 我的帳面金額是210萬 那210萬呢跟100 我現在的限值來比較 這兩個中間的差 這兩個中間的差 就差了510704 這樣看懂嗎? 這個是我現在這個債權的帳面價值 那因為這個債權 我認為有發生的損失 所以我去評估 這個債權未來會收到的現金 值現在多少? 所以算出來未來會收到的現金 值現在是189263 那跟我現在的債權的帳面價值中間的差 就是我其實就發生了什麼? 減損的損失 是 為什麼這裡不用考慮原本的X7跟X8? 有啊 X7、X8在這裡啊 這邊啊 因為帳面價值200萬 因為票面利率等於市場利率 所以從頭到尾它的限值就是200萬 它沒有限值大於或小於的問題 因為它票面利率等於市場利率 所以這個200萬在這個票據 先發出去之後 它就是200萬了 任何時間點 這張票據的面值都是200萬 但是現在多了一個10萬是X6年底 我沒有收到利息啊 對不對? 所以我的這個債權的總金額就是 票面金額加上我剛才收到的利息 還沒收到的金額 所以210萬 好 那我說了 這個是這個時候 這個是我的債權的帳面金額 但是這個債權我估計 我未來會收到的現金有多少? 去折現回來 折現到X6年底 因為我們現在說的是什麼? X6年底的事情啊 所以我們要去看的是 這個債權在X6年底的時候 它的價值有多少? 賬面上說有210萬 可是我根據未來可以收到的現金 去回推回來 我認為它可能現在的限值就 只有189萬263 189萬263 跟我的賬面價值中間差了51萬多 那我認為這個就是我的損失了 因為我現在的債權的帳面金額 可是未來我認為 但是我根據我未來可能收到的金額來算 它的折現值只有這個 我未來可以收到的 直線的就這樣而已 跟我的賬面金額中間的X 就是我的什麼? 我的損失 那原則上我剛講了 基本上我就會用什麼? 我就背底呆帳 好,我認為這些錢我收不回來了 我承認我的背呆 好,51萬0704 那我這邊是從我的什麼? 印收票據 原來我是用印收票據入帳 好,51萬0704 所以我就把這張票據的債權 從210萬調整為158萬9263了 這樣看懂嗎? 這樣看懂嗎? 好,是 為什麼那個 再算利息的限制 那邊前面要再加一個 這是只X6年的 老師,那像他題目說 X6年底 畢竺會收到假公司 所支付的利息 然後他後面下一句又有寫 估計X6年以後 這個利息是怎麼收到嗎? 所以X6年是有利息還是沒有利息? 有啊 X6年還是有利息啊 他 他又寫說 移公司於X6年底底延底 因為沒有收到假公司 全是有支付的利息 對 對啊 但是他說估計他的利息會 以後會收到啊 就是當年沒照顧 以後會收到 對啊 他會收到八成而已啊 好,所以拿現在來看 八成是多少? 所以我也有什麼有個1啊? 那為什麼不要直接批P3 就是大B然後3% 因為我現在是X6年底啦 時間已經在這個時間點了 所以我只有這個時候的8萬就是8萬 我現在就算X6年底 這個時間點的限值是多少? 所以這個時候的8萬就是8萬啊 這樣清楚嗎? 好,這樣搞清楚了 所以這個地方是怎麼算的? 就是說我X6年這個例子裡面 它把從X6年底、X7年底、X8年底 從頭寫進來囉 可是你在做的時候 你要把它切割開來 好,X6年底的時候我估計 好,X6年底我沒有收到利息 所以我開始就開始省政去估計我這個債權 那我發現我這個債權呢 未來可能收到的利息只有8成而已 而且到期了 我收不回來200萬 我只會收回來150萬 那我就看 未來會收到的錢直線在多少? 那直線在多少? 它的折線值就是什麼? 按照當時候的有效利率 我簽發這張票據的有效利率5%去算 好,所以我算出來 就是只有值189萬 158萬9263而已 跟我的帳面價值 債權的帳面價值去比較 我承認我的什麼? 債權的減損 所以我有兩個寫法 因為我直接衝我的背底帶帳 就帶我的印修帳款 好,因為我認為收不回來了 另外一個我也可以承認減損損失 但背底減損 那各有它的好處 因為如果我承認背底減損的時候 因為未來如果它有回升 我可以回轉 在我的這個在那個承認減損的範圍之內 我可以承認回轉 我可以承認回轉 就像我們副塊裡頭有講 跟我們在講資產的時候一樣 我有承認這麼多的損失 我才可以回轉這麼多 那這個地方跟我們的資產比較不一樣的是 因為資產我要提列折就 好,所以我說我的回轉之後的帳面金額 不能大於從頭到尾都沒有這個減損之下的帳面金額 所以在資產減損回轉的時候 它有這樣的一個限制 那但是負債比較沒有 因為負債它基本上是沒有 會去做成本攤銷、更攤的問題 好,這樣有沒有問題 所以我這邊算的 跟課本上面只差一塊錢 它是189296 我是189263 差一塊錢了 好,這邊好像錯了 這邊是差,這邊是707嗎 對不起 這個金額跟這個金額的差 我怎麼算算好像有點怪怪的 210萬 減掉1589263 所以是510737 好,這邊數字我寫錯了 713 1589263啊 課本是264吧 296 那我有沒有算錯 對不起,是我按錯了 可能我寫了 轉過來以後就忘了 就把它寫錯了 因為我現在算出來是189296 好,對不起這邊呢 好,我現在再按一次的是189296 就跟課本一樣了 好 好,就跟課本一樣了 所以這邊呢 就跟210 差了51 所以我剛剛是寫對了啦 只是我這邊應該是寫錯了 所以還是什麼 704是對的 好,所以應該是我算的時候就算對了啦 只是我寫過來的時候寫錯了 只有我剛剛是直接選舉的就是金額 跟2001一起去相減之後得到的是510704 好,所以是我這個地方寫錯了 好,未移了,這種錯誤 好,這是第一個 好,因為原則上呢 我就說了 唯一這邊呢 你也可以寫 借貸權檢損貸貸底 或者是累計檢損啦 也可以寫累計檢損 或是貸底檢損也可以 好,但是另外一種寫法就是 但是我既然有承認貸底檢損 我直接衝我的貸底檢損也可以 好,這有兩種寫法 但是呢,這兩種寫法其實對 報表來講其實是都一樣的 好,影響都一樣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呢 那個 差七年的時候 好,差七年的時候呢 在全人呢,收到了二十萬的現金 好,差七年底呢 收到差六年及 差七年全部的利息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收到的時候 我的分錄 欸,對不起,我這邊可能要 這是差六年底的 好,差七年的話呢 我寫到這邊來好了 這個課本也有吧 好,差七年12月31號 在全人收到了現金二十萬 好,那我這邊呢 當然二十萬裡面 有十萬是差七年的利息收入 另外有 十萬好 另外有差六年底的 應收利息收限 好,那清價我們要針對這個 再去做什么?评估 他评估的结果他是说 X7年的时候估计到X8年 我的利息可以全部收回来 那我的本金有40万收不回来 所以你可以看 我X7年的时候我去做 这个未来再去运收票据的限值 就是它的重新去评估 那未来我有我这10万块全部收的回来 好这是10万X8年的当年度的利息 然后再来X8年呢 他回收不回来 他还有什么? 本金会收回来160万 好我一年之后我会收到170万的现金 那我就去算170万的现金直限在多少 因为我这边就不用对算年金了 因为他只剩1年X8年而已 好那X8年1年之后 我会收回本金是160万 所以这两个金额去乘上小P 复利县值 好然后呢就一起的5% 好看看他的县值是多少 好那我们看一下呢 170万去乘上 复利县值5%一起而已 所以我们查一下 复利现金版 0.952381 0.952381 所以是等于1619048 好 看到了吗 未来我会收到的现金是170万 这170万就是 X8年的利息10万 以及X8年本金200万 我预期可以收到的是 160万 所以一年之后 我可以收到的现金 全部是170万 那一年之后的170万 直限在多少 好 那因为它的有效利率是5% 所以我们去查 一期之后的5% 算出来这个时候的限值是 1619048 跟这里来比较 好 1619048是我 X7年底对于这个债权 我认为它的限值价值有这么多 但是我X7年 X6年的时候我认为是这么多 所以中间我会去回转它 所以我这边跟1589 296去做比较 好 等于说我到时候我认为我的债权收不回来 我的债权呢是1619048 跟1589296 1619048-1589296 是不是有回转 回转了29万 等一下我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问题 看一下它这边是40万会收回来 然后我的本金有40万收不回来 那一年之后 所以看一下呢 一年之后我的限值是1619048是对的 好 对不起 我的债权的账面金额这里啦 我的债权的账面金额这里 本来是已经调整了这个金额了 对不对 可是因为我要收回 我中间有收回了这个应收利息跟利息收入的金额 所以等于说呢 我这个债权有收到利息的这个部分 就我这个部分也要回转回来 也就是说这个部分我已经有收到 因为你可以看嘛 我这边的金额是有一部分的利息 我是收到10万 好 那而且我是收了两席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去看 我回转的债权有多少 那我这边回转的债权呢 我看一下呢 它回转的债权是 这边的金额 我想想看 我该怎么写 我现在这边是不是承认了 被底带账 好 那我们看一下呢 对不起 这边我承认的利息 我这边应该承认了损失 所以事实上我的利息收入 等于是我这张债权的账面金额 乘上5% 因为我前面承认了减损损失 所以我这个债权的限制 只剩下这个金额 乘上它的票面利率 乘上它的市场有效利率 我承认了利息收入 回到我们前面讲 我的利息收入是不是承认 我的账面金额 去乘上它的有效利率 是我承认利息收入 所以这个地方 我这个地方还要做一个分录 好 这边我们已经算出来 它的一年之后 170万是1619048 这没有问题了 好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这里是不是 我有这个分录 原来我的分录怎么写 我是不是先把 我承认的费底带账 我把票据减少了 或者是像课本上面写的那样的话 我就是减损回转 运收票据这个地方 我现在运收票据只有值这么多钱 好 那如果到时候我收回来的话 我的运收票据是不是要提升 所以我这边 这个分录里面呢 我要去写 我的运收票据 对不起 这里 因为我要把运收票据的价值提升 好 也就是说 我刚刚这个金额里头 我才会乘上百分之五的利息 1589296乘上百分之五 所以我的运收票据 要提升79465 好 这边我们来讲一下 就说我刚刚已经把我的票据 从200万减少为189296 如果我没有把189296 就目的就是要让我这个189296 到期的时候是有170万 就要把它垫高 因为我到时候 我在差七年底认为 我差八年可以收回的是170万 所以我要把我这张票据的价值 逐年的垫高 差七年要垫高一部分 就是把它回转一部分 然后差八年再回转一部分 这样听懂吗 这样听懂吗 应该是一样 所以我这边刚刚写利息收入 所以基本上来讲 如果我刚刚讲说 我这个利息收入 我的利息收入是根据我 在差六年底 已经调整的账面金额 乘上百分之五来的 好 所以这边的利息收入 我按照当时候的那个 票面金额去算就不对了 因为我当时 我现在的账面金额只有 我当时候是200万 乘上百分之十 我的利息收入 可是现在我已经把我的债券 在差六年底金额 把它调整为1589296了 所以它的价值就这个金额 就像我们公司债的调整的时候 我的利息费用 是不是账面金额 去乘上有效利率来的 那我现在债权的只是相反而已 我是利息收入 那我债权在差六年底的价值 是这个金额 所以我承认这个金额 去乘上百分之五 就是我的利息收入 所以我这边会有个利息收入 好 我的利息收入金额是多少 其实就是这个金额 乘进来的 79465 好 然后呢 我这边有一个 因为我前面是有一个应收利息 应收利息有10万 对吧 但我现在收到的现金 因为债权人还是收到的现金是20万啊 所以中间我就会什么 我就会有债权回转 债权损失的回转 也就是说我这边的背底带上 我就要回转一部分进来了 第一个我们的 好 你可以看一下 差六年底 我们先看课本上面的562页 我是不是有个 看债权人的部分 差六年我是不是有个应收利息 这应收利息是不是在我的差七年底也收到了 所以我是不是有一个 差六年他把应收利息整个回转回来 好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对不起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这个差七年做这个分路的时候 我就是把应收利息整个并进来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就没有应收利息了 好 所以这个分路里面 也可以这样写 也许这样写会更好一点 就像课本上面 我把应收利息整个并到我的 票据的债权 债权的金额里面就好了 好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等于是 我的背底带上有这么多没有错 然后我的应收 我把应收利息冲掉好了 像课本上写也好了 因为整个就是并到我的票据债权里面 所以我这边有10万的应收利息 所以我这边变成40万 41万704 那如果我这边没有应收票据 那更好 没有应收利息 那就更清楚了 因为我没有收到应收利息 因为利息已经并到这里面来了 这样看懂吗 好 所以 这边呢 我刚刚一直在想说 我的应收利息单足 可是事实上我在算它的限制的时候 我把利息已经并进来了 所以它等应收利息 当我在承认 它的债权损失的时候 我就把应收利息也冲销掉了 已经全部跑到我的票据债权里面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清楚了 就不用单独再去算那个应收利息 因为等于它把它并进来了 这样会比较好写 我的分路 这样看懂吗 也就是说 我现在是不是把X6年的利息 也算在我的债权的账面金额里面了 它的限制里面了 好 所以它的限制 有包括X6年当年度 可能收得到的利息的金额 然后来跟我的债权做比较 然后我的损失是 510704 那510704呢 我直接把原来的应收利息 把它冲掉 好 所以呢 我整个把运收利息冲掉之后 剩下就是我冲我的运收票据 好 就是我认为收不回来 因为 但我整个收不回来 是510704没有问题 只是我在分路的时候 我把原来的运收利息 毙掉了 然后全部都跑到 我的运收票据的账面金额 就是我的限制有这么多 好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我的运收票据 因为人家想 我要让我的运收票据 按照我差 差七年底的评估 我差八年的时候 我的运收票据要回到 170万 因为我现在是不是 差七年底的评估 我未来可以收到的金额 是170万的现金 对不对 对吧 可以吗 再说一次我就说 我要让我的账面金额 这张债权 票据的债权 到期值 等于我预期会收到的现金 我现在是不是在 差七年的时候 预估我这张到票据的到期 我会收到170万 所以等于说 我要让我这张票据 现在是1589296 再加某一个数字 然后呢 这是我的差七年的票据的账面金额 然后去乘上零点 5% 好 加上某一个数字 要等于170万 也就是说 我现在这个金额 这是我的利息啊 这个地方算出来 是我差八年的 要承认的利息收入 这是我要承认的利息收入 然后加上 他的到期要还的金额 就等于是 他的金额会等于 我要到时候 是不是收到了170万的意思 这样听懂吗 就有点像什么 回忆一下 我们当时会讲说 我们的公司在做摊销表 我摊销表摊到最后的到期日 我的账面金额 是不是要等于 我要还款的面值 对吧 好 那我现在认为 我这张债券 这个债券 会还款在差八年底的时候 会还到的是170万 因为本金 160 再加上利息10万 所以我会还到的是170万 所以换言之 你要把它想成说 这张票据的到期值 所以这边有 差八年的利息 再加上他要 原来的账面金额 去还的 要等于170万 好 这样听懂吗 你把他跟我们前面讲的那个 在公司在的摊销表 把它连结在一起 我们的公司在的摊销表 是不是 我的摊销最后账面价值 要等于我的到期值 概念是一样的 那我们这个例子里面 在差七年的时候 评估差八年的到期值就多少 170万 因为他会还的本金 加上他的利息 就170万 这样有没有不清楚 这样 现在你先把这个跟我们的公司 再把它连接在一起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我现在是1589296 然后加上我现在是不是 我的利息 我的利息是79645 所以我现在的债券的 这个账面金额 是1668941 那因为我要收到了现金20万 好 所以应该是这样子 我现在收到 应该是把它分成两个阶段好了 好 我先承认利息收入把它加进来 然后我再来借现金 代运收票据 因为我现在是不是要收到20万 所以运收票据原来的这个金额 是不是要加上一年的利息 5%的利息 然后我现在 因为我有收到20万的现金 所以我的债券的 这个时候的账面金额 是减在20万 所以是1468941 所以看一下呢 课本上面的562页 好 562页是不是 差期年底 我的债券的账面金额 就是1468941 先把我一年的利息收入 承认进来 那我收到的就是什么 我的债券的账面金额会减少 这样看懂吗 好 所以我的债券的 债券的账面金额 原来是1589296 是因为我从这个分路 已经把它调整下来了 好 然后呢 我现在把一年收到的利息 是把它变高了 好 所以我现在是承认的是 所以你看它的562页 它的计算 它的那个计算里面 它是不是先写出来 1589296 加上79465 就是一年的利息 那我收到20万 所以我的运收票据的债券 就会减少 所以运收票据在差7年 我承认了一年利息 再加上 我收到20万之后 我的债券的账面金额是 1468761 那一年之后的 170万值 现在多少呢 就是1619048 一年之后收到现金 170万值 现在1619048 跟我的债券 现在的146 1468941来比较 我是不是等于我回转了 就是我的损失没有那么多 所以他这边说 我的债券回转利益 有15万0287 好 所以是1619048 然后减掉呢 我是1468761 所以呢 是 我回转的是150287 好 所以差7年底 我除了承认这个分路之外 我还要把什么 我还要把我的前面所承认的减准 把它回转回来 那前面的减减把它回转回来 如果你这边是借背底呆账的话 你接下来回转的时候 你是带背底呆账 就是我没有 你发生的损失 那个冲销的账款 不需要那么多 所以我再把它 你原来能分路如果写这个 那你就要代记背底呆账 原来我账款的时候 我认为我发生的减损 损失的时候 我是用冲背底呆账 那我减损减少的时候 我没有损失那么多 也就是我呆账没有那么多的时候 那我要把它什么 借贷背底呆账 所以这个分路 你要看你前面怎么写 那如果像课本上面 它是前面是写 看一下 债权减损 那前面债权减损 那我后面这是什么 回转利益 所以接下来你可以看一下 我是不是有代记回转利益 减损回转利益 15万0287 那就是说我把我的运收 这个票据的账面金额 从刚刚的14 已经收回来的1468761 调整为1619048 好 然后再来看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 第X8年的做完 那X8年的时候 我全部收回的是 10万的利息根 我收到的是这个金额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X8年底 债权人 好 我一样收 但第一个 我先要把我的运收 运收票据做调整 好 运收票据 我是不是做了这个分路 已经把它调整为1619048 对不对 第一个 我是不是有做了回转 好 这边没有把它写完 我做了回转 好 我做了回转之后 那我一样啊 接下来我X8年的利息收入 可以承认利息收入 是不是从我的账面金额 去乘上 就等于我的账面价值 去乘上它的市场有效利率 去承认它的利息收入 所以我是带进我的利息收入 好 先把它调整上来 所以你可以看1619048 乘上5% 所以我承认的是80952 你看好 如果80952 加上1619048 是不是等于170万 这个数字 再加上我前面已经把它调整为1619048 是不是加上 这像我这边写的 你加上 我这边是 当年度是承认的是利息 然后再加上我回转的金额 我现在 这边我已经是把它回到1619048 好 乘上5% 所以这个金额 就会等 这个就是我当年这个利息 然后加了这个利息之后 就会变成是170万 就原来这个金额 1619048 加上这个利息 我这边你把它调整成这样子 要等于170万 好 所以 我这样做了以后就是170万 但是我收到的现金是多少 我是借现金 190万 对不对 它是不是收到 现金是190万 好 那我的运收利息 运收票据 我是不是做的这个分数是回到170万了 有没有 刚刚我是不是讲说 我承认了这个票据 然后又收回来 20万 然后我又做的 减损损 借权的回转利益 减损的回转 所以是不是回到1619048等于170万 一年之后的170万 值现在就是1618 1619048 所以我把1619048 乘上一年的利息就回到170万 运收票据的账面金额回到170万 我应该用T字帐来表示一下 好 待会我们再来看 后面找一个例子来做好了 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 因为这个换来换去 你就会比较容易混淆了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呢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的是 我回转了 对不起 运收利息 利息收入是这样 利息收入 你要看一下 我对照一下好了 我不一定要完全跟他一样 因为是同一天做的 我先把我的运收票据 借运收票据 再利息收入 我把运收票据回到170万 那我170万 可是我收到的现金是190万 那我跟运收票据这个时候我的账面金额里面的 他说呢 我现在是原来是认为是 看一下 我认为 我这边前面原来是承认的是160万 我前面在做这个的部分的时候 是X7年底是不是我认为我未来的本金会收到160万 所以我把运收票据先回充160万 应该是我要回充170万才对吧 因为我已经把运收票据已经是承认为170万的价值 但是我现在呢 因为他的本金的部分是160万 160万 但是我现在还 我现在把运收票据回到170万 就等于我承认的利息收入 所以这边应该是 借 借利息收入 然后带 我的运收票据是 170万 然后呢 我再把运收票据 好 运收票据这个地方呢 我是不是回到170万 我现在运收票据全部170万 原来 我这边是不是跟你讲述 已经说我的运收票据已经调整1619048 运收票据 1619048 那我现在借一个这个 80952 如果你完全按照原来的预期的话 我就是收170万就全部完了 对不对 如果我差8年底的结果 跟我差7年预计的完全一样 就是我差8年会收到10万的现金 那我的本金只会收回160万 所以我全部是不是就充完了 但是现在我收到的金额是190万 因为他是不是付了现金 利息10万 加他还本金是180万 我全部收到190万 那190万先充掉的 那个运收票据的170万 我账面金额只有这个 所以剩下来就是什么 我的回转利益 或者是我的贝底呆账 就把我的贝底呆账 要把它冲回来 20万 只是这样写有比较怪一点点 因为我的贝底呆账 基本上是 如果分开写 不过借信金带贝底呆账 这样有点怪 这样解释是比较有点怪的 我刚刚是有讲说 如果你前面是贝底呆账 我后面的就是带贝底呆账 我没有损失那么 我呆账没有发生那么多的时候 我是带贝底呆账 所以这个地方一样 我原来认为我只会收到170 结果我现在收到119 所以我是充磨的贝底呆账 这是一种算 就是一种分路的写法 所以前面配合你前面 如果你前面是写贝底呆账 那你后面整个都是跟贝底呆账 直接去冲他就好了 赫科目 那如果像课本上面是 前面是写债权减损损失 后面可以承认回转利益 减损的回转利益进来 好 这是课本上面的例子 那这个例子会比较复杂一点 因为它有发生预计的 跟后来发生的结果不一样 然后所以一直在去做一些调整 好 所以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 我先休息一下